繼續來看新聞 為了確保本地私人診所的 口罩供應充足 衛生部今天發信函 通知他們可直接向當局的 供應商購買口罩 但限制購買的數量 衛生部表示 那麼做是為了更好地 應對先行冠狀病毒的情況 並提醒診所不得轉賣口罩 記者李增儀報導 GP Plus醫療保健合作社旗下的 70名家庭醫生 開始謹慎使用口罩 沒有發燒 咳嗽 流鼻涕 等呼吸道症狀的病人 在非必要的情況下 醫生不會提供口罩 衛生部已向家庭診所發出信函 通知他們即日期可向指定的供應商 購買兩盒手術口罩 和一盒N95口罩 期間診所也需要審慎使用口罩 以維持整個醫療體系的用量 一盒5塊錢的口罩 現已漲價4、5倍 供應給家庭醫生 一盒50片口罩可高達20塊錢 家庭醫生表示 一天得看50到100個病人 如果不謹慎地使用口罩 可能很難長期維持下去 考慮到個人衛生 這家醫學美容中心規定所有醫生和護士 在近距離觀察和治療客戶臉部時都得戴口罩 美容中心擔心剩下的7盒口罩 可能只夠維持兩周 目前我們只有兩個方式 第一就是到店去買 比如說到Wox去買 這些也全部賣完了 第二個方式就是從服務員買 他們也是賣完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等他們有那個貨進來為止 冒公佈上週發信函給一些零售商和網購平台 要求他們說明定價依據和口罩成本價 今天期限已到 三家網購平台表示 將與政府緊密合作 去天網Q10授訊師表示 以下價至少50個以不合理價格售賣口罩的賣家 另外他們也自行進口了約150萬個口罩 以低價售賣 並限制公眾購買的數量 Carousel則表示 必要時會重新審查口罩標價 確保人們能公平買到 新傳媒新聞記者李正義報導